而核能到底是不是物廉价美的发电方式呢 我们来看日本的例子就可以知道 311福岛核灾为了躲避辐射 有至少13万人为此被迫远离家园 而发生过轻爆鲁星融毁的福岛第一核电厂 日本政府乐观地估计这个废炉也需要40年 废炉的人力需要5900万人次 费用粗略的估计也要台币24兆元 那么为什么说40年是乐观估计呢 因为英国威尔斯的一座小型核电厂 服役26年但要废炉却需要90年 您看到就是这么大的一个成本 好